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梦畅响 感谢各位 在星期一的夜晚和我们准时相约 更要感谢所有的朋友 对于我们的节目的支持和关注 真诚的邀请大家通过屏幕下方的方式 参与我们的节目 请大家谨记 目前屏幕下方的报名方式 是越战越勇的唯一参与方式 本栏目由节能冰箱领导品牌 荣生冰箱独家冠名播出 荣生冰箱时尚派系列 真正适合中国家层的冰箱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本场的五位评委 首先介绍 情感节目主持人 王维聂老师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月亮姐姐 陈思思老师 青年歌手 江超 青年歌手 耿维华 五位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好朋友 今天我们的规则不变 依然是车轮转 七位选手 他们的出场顺序 在登场之前 已经通过抽签决定 他们当中的哪一位将会站到最后 笑到最后 并拿走那只专属银画图 现在我宣布 越战越勇特别记 威梦畅响 切赞 开始 大家好 我叫孙秀英 今年六十岁 来自河北唐山 鸾县 很多人都说我年轻 我觉得 年轻的秘诀 就是别让自己闲着 我特别喜欢 组织大家 一起唱歌 跳舞 跟大家在一起 就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 如今 能登上越战越勇的舞台 真的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 越战越勇 我来了 我上带一个小山村 那里就我的父老乡亲 不自立杠满故事 传笑中埋着响音 有点沙沙的 但是唱得非常非常有味 情绪 情绪 我如明 与上伤寒 我如明 我如明 多少情意 多少贪爱 多少贪爱 爱 小苦老乡亲 小苦老乡亲 我重甘功夫的父老相亲 好不老相亲 好不老相亲 不早前去也忘了人 不早前去也忘了人 首先这是我们第一位登场的挑战选手 第一个问题抛给我们的五位评委 猜一下孙大姐的年纪 52 52一次 47 47一次 王维莲老师 38 我猜25呢 为什么猜人那么年轻 你不想讨人的高兴吗 39 您介绍一下您的年纪 我今年60岁 哦 你终于得掌声鼓励 61岁 55年 鼠羊的 您这样的打板和您这样的气质和您这样的生活方式呢 往往两种情况会出现 一种情况是特别特别幸福 老公特别特别哄着自己想干嘛干嘛 还有一种情况是家里头有点少不愉快 比如说单亲啊单身啊 或者说情感上出了一点问题啊 您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 后者 哎呀妈 你就看着我们变成后者单身 你也单身啊 不是 不是 我说我这个问题可以聊一下吗 嗯 可以 呃 我想的是 你是属于在选择阶段呢 还是已经有选择了 我都没想选择 我 我01年成立一个晚情艺术团 哦 哎 跟你一块玩 对 在我亲情最不好的时候 他们陪着我玩 哎 他们一直所以说呢 我今天就把他们也带了 他们还非常喜欢咱们这个 呃 越战越勇的大舞台 喜欢各评委 还尤其喜欢王明年老师 哎呀 这啥整的 掌声有请 天哪 来 这边请 这边请 这是有胃而来啊 王老师 我们的艺术生活 我现在过得很好 是吧 大家不要惦念我 就是你们就别想了 是这意思吧 王老师 我就建议您刚才啊 说话说早了 你看会不会还有这么多 可以选择的 不是 不是 这样 那个广场舞会吗 会啊 太好了 哎 王老师 哎 这个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我得帮帮您 嗯 他们都会跳广场舞 我把您请上来 跟他们合作一下 来 叫我来做什么 叫他们来做 来 三阿姨 你也一起 你也来啊 你也来 你来来来 你到中间 你别离我那么远 我没那么害怕 是吧 对 你放心吧 你儿子只要不同意 我不会上你们家找你的 天上有个红月亮 你就是我心动的太阳 天上有个红月亮 就像小女人 她长了一颗宽肩帮 天上有个红月亮 你就像那黄红烟 天上有个红月亮 天上有个红月亮 月亮 月亮 她也能把地球照亮 特别棒 不是 你们也太实在了 就意思一下就行了 还就说差点跳完 而且刚才您跳的时候 我看过您跳这段舞 这平时状态都不一样 特别幸福 而且眼睛根本就是 旁边挨个眼珠子直飞 这孙阿姨 我在台下看得特清楚杨帆 王老师眼神没往别地扫 直接就一直看的是孙阿姨 就一直看着 然后那歌词开始就红月亮 你看我觉得他就是红月亮 他穿一身红 他就一直 真月亮都不看 就看着红月亮 孙阿姨 那个月亮姐姐 他这么说你不着急吧 来拿着这个 我很荣幸 你回去跟你儿子说一下吧 反正我现在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哥阿姨你儿子来了吗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你今天应该请王老师到我们的轮廁那儿看看 我们那儿还有十几个老头 星期一三五上 我是老头 你这就误会了 他不看老头 他不看老头 这个你们那儿老头脾气都好吧 都好 都好 来吧 刚才这个舞跳的潇洒 其实歌唱得也不错 孙大姐你好 这个确实是唱得非常棒 我刚才说呀 您的音色有一点点暗 是我特别喜欢的 因为这是个性 一般的唱民歌都会偏亮 您的特殊的音色 特殊的音质 加上您舞台上 这般的职业风范 哎呀我觉得 真的是很棒 我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由于你是我们今天地位登台挑战的选手 所以首先呢 我想会邀请您到我们的泪主去 等待下一位对手 祝您好运 谢谢 接下来通过短片 了解一下下一位登台挑战的选手 大家好 我叫程小荣 今年34岁 来自陕西延安 现在是一名中学老师 这么多年来 是父母的支持 才成就了今天的我 这次来到越战越勇的舞台 我希望用我的歌声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我会好好加油的 越战越勇 我来了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晚的 二号挑战选手 陈小荣 有请 为什么要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 我小时候 12岁的时候呢 我的父亲就去世了 之后呢 妈妈带着我们地球三个人一起成长 最后呢 又妈妈最后找了一个继父 那现在呢 继父今天也来了 我想很感谢他 他呢 每年这个钱很少 但是呢 他都是为我们付出了 每年种地 挣了一点点的钱都给我们了 让我们上学了 这个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等于今天你的弟弟爸爸都来了 对 来了 那我们给请上来好不好 当然 来 我们把家里人请到我们的舞台上 你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种 来 欢迎小队 Men 这 正在我旁边的这边呢 就是我的继父 他今年62岁了 这个呢 是我们家的二小子 小队 这个就是你的弟弟 我觉得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都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因为你们让我看到了 一 知识改变命运 哥哥有了最好的工作 弟弟三弟 现在是一名博士生 让我看到了全家人 为知识的这种奋斗 改变了你们的命运 第二点 让我看到了全家人的朴实 平平淡淡才是真 第三方面 我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父爱 因为其实这三个儿子 跟他没有血缘关系 可是这个爸爸把三个儿子 培养得那么有出息 我觉得这是全中国 最了不起的父亲 我们要给您点赞 没错 一定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所以我特别希望 三个兄弟 好好地拥抱你们这个父亲 谢谢 谢谢夏令人 今天来现场为小荣加油打气 来 接下来有请到台下 给他支持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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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李宗盛 谁才会 他很痛苦 但是又不想要 这很好 很亲切 谁打得那个破了破 哎哟哟 哎哟哟 走着那个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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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妹的那个小妹妹 哎哟哟 好想我 哎哟哟 快走着那个小姐妹 好喜欢 你不听那个不听 哎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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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听那个不听 你不想想的太多 把沙特拉拉,换换人友好 照一照照 照一照照一照 陈老师 小荣啊 我是觉着啊 这是一首情歌 也是一首陕北的情歌 你拿捏得很到位 既有这种小情调 同时也有陕北汉子的那种 粗犷的一种性格在展现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有太多的压力 实际上 最后那一个字一点点的遗憾 其实是可以忽略掉的 因为你从头到尾都表现得非常的好 谢谢 接下来掌声请回我们目前的泪主 有请孙秀英 接下来有请二位 共同步入梦想挑战区 有请 请放上话筒 来吧 接下来开始投票 第一轮的反对票从 耿维华老师开始 孙秀英 你不看你这个年龄了 这个年纪能唱到这样一个 一个完整性啊 真的不容易啊 我把反对票投给小荣 小荣今天彰显了你对原生带的独特的理解 但是最后的一个瑕疵 我不得不把反对票投给你 小荣 不好意思 我还是希望把反对票 投给孙阿姨 因为我觉得一位老师还在舞台 还在这种教学生生涯当中 还要继续去前行 我希望能够对他有所鼓励 投给孙阿姨 抱歉 小荣 我相信你今天不仅仅是自己的梦 还有你兄弟和你父亲的梦 所以我觉得 我会支持你 所以孙阿姨对不起 他们俩唱得很好 这是可以说得出口的 而且应该说实力相当 在这种情况之下 陈小荣先生 我就不得不告诉你 这些年来 是他们这个人群 把我滋养长大 所以 为了这些爱我的阿姨们 我也不能让他们失望 所以这回 我把反对票投给陈小荣 结果已经产生 在这里我宣布 这一轮 手练成功的是 孙秀英 祝贺孙阿姨 孙阿姨 请拿起您面前的话筒 您是泪主 欢迎您 回到泪主区 等待您的下一个对手 另外 由于孙阿姨已经六十多岁 身体稍稍有点 也不是那么舒服 我们申请给孙阿姨准备一把椅子 来 可能今天在歌声上 笑容没梳 输在了年龄和性别 但是很好 我挑战就是挑战 离开我们的舞台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给你最后一次表达的机会 我今天呢 站在这里已经挑战自我了 感谢大家 谢谢 继继续加油 陈小柔 再见 挑战继续 接下来我们依然通过短片的形式 来了解一下下一位登开挑战的选手 一起来看 大家好 我叫魏赵亮 今年34岁 来自河南信仰 我是一名普通的民警 但大家都叫我妇女主任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在广大妇女同志中的地位相当的高 这次来到越战越勇的舞台 最支持我的就是这些同志们了 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赵亮加油 越战越勇 我来了 掌声有请三号挑战选手 魏赵亮 有请 你好 欢迎来到越战越勇 来 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最近呢 各位评委老师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人民警察 这就是警察叔叔身上的气质 一登台就一身正气 所以特想问您 具体是哪方面的刑警啊 还是民警啊 还是 我一说 估计大家都要笑 都别笑都忍住啊 等会我先酝酿一下 我在我们局里啊 负责这个妇联 他们喊我男妇女主任 组织一些文体活动啊 搞搞我们局里边的文艺晚会 然后组织一下我们的育龄妇女 运检一下 这都给你管 然后搞搞我们的相亲会 童心园 我们那个年轻的男民警 女民警 我了解一下有没有那个什么单身的呀 这一次咱们搞晚会的时候 排个集体的舞蹈吧 小姑娘小伙子们都上来了 上来了以后 我先瞅一眼 我一看 我觉得这俩人哈 有点演员啊 你俩来一个托举 就是 你给安排一个线 我给他安排那个 我们请的舞蹈老师过来 我说你给他俩编一个托举的动作 我觉得他俩可能有戏 然后呢 然后他俩跳着跳着也有感觉了 现在据我所知的 已经成了四对了 通过这种方式 您的安排 您的设计成了四对了 但有没有通过这种方式介绍 还没成呢 有 有没成的 没成怎么办 没成怎么办 再介绍吧 那没成是什么原因呢 那女的可能体重有点重 她没脱起来 脱几次脱不起来 那男的可能也放弃了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话 一定是认真的 也是准确的 因为在开场之前 突然那个 有一群大妈拦着我照相 这个秩序比较乱 突然就出来一个警察 马上就给维持秩序 当时我看见的就是他 我主要是怕 你有人身安全有危险 你这就太不了解 他就喜欢这样 就都花钱库呢 我还坏了他好事 钱都白花了 你看 对啊 他把好多这个大姐就给 就是说 就赶快让王道休息 你才想休息呢 我还没照往 对不对 我好不容易等来一拨人 你都给我轰走了 我记住了 我下次坚决不拦了 我说上 上 特别好 但魏先生 我听说还有一段履历 挺神奇的 跟我们台下五位评委当中的 一位 有缘 我猜一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接下来你说的这个有关系的人 一定是耿维华 嗯 太对了 是吗 你怎么猜 神奇就是这样诞生的 这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真是情感专家 因为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你眼睛有点不由自主地往那边瞟 那我就接着讲吧 既然被你猜中了 我执行的第一次安保的任务 就是在我们信阳市平桥区的会展中心 当时我在后台 我说 格老师 你看我刚从部队转业回来 咱俩能不能合个影 格老师说 好啊 然后我就旁边一站 咔咔咔的开始照 照完了以后 我说我也非常喜欢唱歌 也一直在唱 然后我想现场给你唱两句 你能不能给我指点一下 格老师说 你看我这马上就要上台了 主持人马上正在报 等回来以后咱们还有机会 这一唱我就在旁边听他唱 唱完了以后 他从上台口上 然后直接从下台口就走了 就再没见着这人吧 我们年一年了 我们来也不知道去哪了 这一等就是六年 所以就是那句话 格老师这一走 就再也没有回来 你对这个小薇还有印象吗 我们真的没有印象 但是我希望 如果你有这个要求的话呢 可以 没问题 咱们可以互相交流 好吗 照片你带了吗 带了 照片带了 还有照片 杨秘书上照片 真有照片 2009年12月3号 10月31号 然后那个一给剪 洗照片的给剪掉了 这样今天给你一个弥补 拿到台下 我让格老师给你签个名 谢谢 人家签个字 没要那么多字 你给别人留个地方行不行 阿贤 对不起 我错了 这张照片我一定要珍藏好吗 还真是09年的照片 下不对的时候 月亮姐姐 坏事了 汪老师 真剩一个酒了 这咋办呢 这没地方了 那我只能翻过来 写在耿维华身上了 写在身上 真行 谢谢 写在耿维华身上 挺合适 写个王维念 你这就空手上来了 要展示一下是吧 照片呢 笔呢 这事给忘了 这么得罪大发了吗 因为都没地了 都写到耿维华身上了 那我只能写到耿维华脸上了 所以今天你看 这也算是当年的一个弥补 圆了梦了今天 好 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留给魏昭亮 请风浅一笑 一步一回逃 山山零零环 但我会一时啊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把舞台留给魏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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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眼好香气 再看一眼好香气 银龙笑茅呀 心中留心中留心中留 此香的大骚呀 快去找看你幸福的孙儿 白发的大骚呀 白发的大骚呀 大骚呀 让我祝福你健康长寿 爱 再见了 再见了 乡亲们 再见了 乡亲们 再见了 乡亲们 大骗山雅雅 乡亲放大骚呀 我要把你命令起在心头 命令起要在心头 来吧 邓老师 接下来 您得好好的给人家点评点评 不错 作为几年前的一个弥补 真的不错 赵亮 有几个地方让我没有想到 就是说来到这个舞台 唱这首歌的南高音 有一个地方都唱得不是特别好 而你唱得非常好 这几个地方处理非常好 我没想到你把这个地方小味道 融入得这么深 这么精粹 非常好 就是哪个地方的 两个地方 一个是这首歌节奏比较慢 就是情绪要会填空 那个 祝福你 健康长手 这个结束了 然后紧接地把高手推上去 那靠你的气息 你懂得这个处理没有 不是一个就是往前走 要会烧 然后 再结束了大别人 灵魂 谢谢 魏照亮 今天如果要胜出 就不说了 如果没胜出 你是直接责任人 当时你撂下你走了 你没有辅导 就造成了今天的后果 但是王老师你得想啊 还多亏今天这样一个场合 庚老师还能示范 你想在那个演出之前 他还没上台 赛铁就唱着了 那导演还不急了 其实我为什么坚持这么多年唱歌 一个是为我自己缓解压力 还有一个就是为我们基层派出所的那些民警 缓解他们的压力 给他们带去欢乐 现在和平时期真的 牺牲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战友 我们的同事们 我老婆孩子在这 我基本上每天早上七点 以前都要出门 因为七点半到单位吃个早饭 八点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晚上七点不一定能回去 我在机关 原来我在派出所的时候 我们那基本上五个人 有管五万多的人口 基本上一个人一万多 两个星期回不了一次家 包括现在还有全国的民警 基本上基层的都特别辛苦 我们信仰师官女 组建了一个业余的景观艺术团 没事我们就组织十几个人下分队 就跟咱们部队那个业余的小分队一样 去给他们演出 你的话其实一直在影响着你太太的情绪 我和月亮姐姐一直在看 太太不停地在流泪 我一定相信在你们的家庭中 有太多的故事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分享 但是给你老婆说句 让她心里头舒坦的话 这恐怕远比做其他的事情更重要 因为我认为警察的太太 才是真正的付出最多的人 谢谢 谢谢 作为一个整天不回家的男人的老婆吧 辛苦了 我欠你的太多 我把我们警队里边最高的荣誉给你 这没感觉 你刚才喊了一声秘书 说的是你太太还是你儿子 其实我们在家里 因为我也老给他们开玩笑 他每天就他俩 后来实在没办法 我给他弄了一条狗 好 那狗都 这话说的有点难听 狗陪他们都比我陪他们的时间长 话操理不操 没错 说的有点不好听 但是确实是现实 谢谢 今天我们来之前 我订了调了给他俩 谁都不能哭 别人都背 我们不背 我们是妇联主任 我们有妇女有儿童 我们一家是很高兴的 不能哭 你的政策在我们这可以改 因为你是幸运的 你在机关工作 所以你特别应该代表 全天下的警察 真的深深的给你太太一个拥抱 谢谢你的演唱 谢谢 谢谢 在这里我也代表我们的观众 向你致敬 谢谢 来吧 那接下来 也让我们有请出我们当前的类主 有请孙秀英 有请 有请二位 共同步入梦想挑战区 两位选手 与台下的评委 有着不解之缘 其中一位 被王维念 深深的仰慕 另外一位 是耿维华多年前 欠下的一份债 接下来两位评委 将如何投票 魏照亮这一局 我觉得你是 在选择伴奏袋上出了问题 所以 我把 反退票 投给 魏照亮 其实刚才我在想 如果你今天没有穿这身警服 让我猜你的职业 我一定猜不出来 你是一名人民警察 因为有你这样的人 能够在这样的群体当中 你为什么而照亮呢 你是为缓解所有人的压力 为了大家的幸福的生活 而去照亮他们的 你更需要 所以叫为照亮 所以 我觉得你今天 最大的收获 还有一点 就是今后也要为你的妻儿 更加照亮他们的生活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为了大家而不顾小家 但是我真的觉得 只有顾好了自己的小家 才能更好地去照顾大家 所以我的选择是 孙阿姨 对不起 说心里话 我还是觉得 孙阿姨可能演绎的 更加的完整性 更好一点 我还是要把反对票 投给 孙阿姨 我把悬念留在后面 我停一下我们的公安干警 为照亮 我投孙阿姨的反对票 太难了 因为这个 让我来讲的话呢 我想以后 我们要保持这种联系 你要愿意的话 在艺术上 在声乐上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那么今天 我也不好意思 我把反对票 投给你 很遗憾 为照亮 没有挑战成功 但是在这里 我们也要祝贺 孙阿姨 孙秀英 手类 成功 我相信我们今天 各位音乐老师 音乐评审 给出您的建议 应该会帮您找到答案 谢谢您的参议 再见 接下来 继续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 下一位登台挑战的选手 一起来看 大家好 我叫孟美岑 今年29岁 来自河北邯郸 我是一位全职妈妈 女儿是我生命里的小太阳 温暖着我 支撑着我 这次来到越战越勇的舞台 我要用我的行动 向女儿和家人证明 不管生活中 有再大的困难 我也会坚强地走下去 并且越来越好 并且越来越好 越战越有 我来了 掌声有请今晚的四号挑战选手 孟美岑 有请 今天和谁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和我的妈妈和我的女儿 妈妈和女儿 先生是在外面工作吗 在孩子出生三个月的时候 就 她就走了 然后 是我的妈妈 帮着我 一直把孩子 带到三岁 所以 我今天 能够来到这儿 我非常的感谢我的妈妈 因为是 我的妈妈 帮助了我 然后救了我 你能告诉我 最艰难的时候 你是一个什么状态 那个时候 孩子还小 才几个月嘛 然后在这个期间 尤其是 真的是 不养儿 不知父母恩 其实 以前 我是一个 特别 就是典型的80后 我是一个非常任性的人 而且 就是 不会去想 别人的想法 也不会去 感受父母的不容易 可是 经过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 然后爸爸妈妈 是拿了 非常 宽容的心 去包容我 去接受我 和我的孩子 在这个期间 我每天 就是很机械地 带着孩子 我就觉得 活着有口气就可以了 但是我妈妈 不是这样的 我妈妈 我妈妈说 人活着 一定要快快乐乐地 要坚强 要强地活着 然后 每天给我讲一些 开心的事情 那个时候 我可以说 我就每天 在家里 带着孩子 从来 哪儿也不去 也不工作 对 只要是一出去 我就会看着 人家一家三口 我就发现 好像就是说 人到了一定的 这个 就是这种 环境当中 你就总会去想一些 越没有什么 你就越想有什么 不能看到 一家三口 对 我就觉得 那个时候 我每天眼睛里 看到都是一家三口 慢慢的 我就觉得 我妈妈 她也能够体会到 我也能感觉到 我妈妈 也为我非常的 痛心 但是我妈妈 她从来没有 掉过一滴眼泪 她也从来 没有说过我 埋怨过我 在不停地 把我从那个 痛苦的那种 环境当中 把我往外拽 这样拖着 拽着我 往快乐的地方 去走 我想问一句 那个是你的女儿 对吗 是 所以她小小的年纪 可能并不明白 妈妈在讲什么 但是孩子就是这样 妈妈哭 她就会哭 对 刚才她一直在流眼泪 她也不知道 为什么在流 是因为她看到 她的妈妈哭了 所以你要知道 你的坚强 和你今后 对于生活的这种 目标和梦想 直接在影响着 你的女儿 所以你也应该 像你的妈妈 一样的坚强 去带着你的女儿 你 你一定相信 妈妈不是没有哭过 妈妈是没有 当着你的面哭过 所以咱们 为了不影响你 接下来的演唱 我就想问个 开心的问题 你现在依然觉得 是你一个人好呢 还是你已经打算 开始寻找一份情感 还是你已经找到了 没有 我当然想 给孩子找一个父亲 能够全心全意 爱我们的人 是不是想妈妈了 来爷爷带你去 跟妈妈抱抱 然后妈妈 接下来唱歌 好不好啊 我提醒电视机前的 单身男士 如果你走进这一段生活 你立马 你还没怎么着 你就唠个闺女 是吧 这是多么 那个什么 核酸的一件事啊 你说妈妈 你一定会最棒的 妈妈一定会做棒的 你说爷爷也是最棒的 你爷爷会最棒的 爷爷绝对比杨帆帅 你爷爷比 杨帆比爷爷帅 杨帆帅 谢谢 电视机前 单身朋友 你看这孩子多聪明啊 绝对被坏人带不走 多好 这样刚才我们说了很多 你自己说说 我 我现在这个年龄 我没有能力 给他们创造什么 好的生活 但是 妈妈说了 我只要能看到你唱歌 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妈妈就特别的幸福 所以我今天就来到这个舞台场 为我妈妈唱一首歌 其实你错了 到了这个年纪 妈妈不会需要你做任何事情 但是她需要看到你健康乐观 有态度的去生活 这点就很重要 从你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觉得妈妈就已经很开心了 当然如果今天你能在这个现场 唱一首妈妈更爱听的歌 她会更开心 笑一笑好吧 你看你笑多美 假睫毛都掉了 咱今天就不戴这个了 别好 就告诉电视机前的单身 摘了眉毛都这么好看 睫毛 摘了睫毛 眉毛怎么摘 摘了睫毛都这么眉毛 都这么 来吧 舞台留给你 谢谢老师 露出最灿烂的笑容 八颗牙齿 掌声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远方有一座高山 那是你博大的胸襟 我要树下树下才尽 我要树下树下树下 树下树下树下 你的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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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愿与你 策马同行 奔驰在草原的山处 我愿与你 展翅飞翔 保留在蓝天的穹谷 穹谷 接下来我们先听一下音乐评审的点评 美层 你好 我刚才听完你的歌曲呢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会唱歌 也懂得用音乐去感受的一个人 包括听完你的故事之后 我就觉得就好像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子 经历沧桑之后 我真的能感到在音乐氛围里面 就是我会感受到你将来会一定会找到幸福的那样一种 那样一种憧憬 所以我也想呢 就是说你的表现非常的好 唱的也非常的到位 我也衷心的祝福你 会找到你的幸福 人生会更加的美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我们的音乐同学 借持机前的男性朋友 如果你有音乐梦想 您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报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 如果您是单身 您在我们的舞台上不仅可能收获一枚金话筒 还有可能收获一个太太 谢谢老师 来吧 那接下来我们请回我们当前的类主 这轮的反对票 从王维念开始 这一局我选择淘汰 孙秀英 我们都说性格决定命运 而恰恰是命运改变了每层的性格 让你从一个任性的小姑娘 变成了今天可以站在舞台上 能够担当 能够为了自己的梦想 而放声歌唱的一个 谦谦小朋友的妈妈 所以我会支持你 孙阿姨你今天一定会恨我的 孙阿姨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优雅 也非常有爱心的这样一个人 面对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 我相信你能体会到我们的一个心情 所以我也很抱歉 我要把这个反对票投给您 孙阿姨 太遗憾 孙阿姨的话筒台降到最低 话筒收回 在这里祝贺孟美辰 挑战成功 来 孙阿姨 请拿起您的节奏话筒 请到泪主台 孙阿姨 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展现了您的优雅 展现了您的气质 虽然没有站到最后 连续几轮手类成功 足以说明您的实力和您的成绩 我们的舞台随时欢迎您 谢谢您的参与 再见 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短片了解一下下一位登台挑战的选手 一起来看 大家好 我叫谭英 今年38岁 我来自湖北武汉 现在跟老公一起做服装生意 日子过得平淡 却幸福 我喜欢唱歌 唱歌让我对生活充满希望 我要把我的歌声唱给更多的人听 越战越勇 我来了 掌声有请今晚的五号挑战选手 谭英 经营服装生意啊 对啊 是 男装有经营吗 我们就是经营的男装 空手来的 不是那个意思啊 不是说要 大家也看了 微梦畅想都改版一年了 我翻来覆去就那几身衣服换来换去的 就都跨入2016年了 还这几身观众朋友不答应了 有理由 去吧去吧去吧 我给你拿过来 等你等你 大家喜不喜欢 何喜欢呢 这色严肃点就是 这个 我这个屋里有必要戴手套主持吗 你看 配着一个多洋气啊 这个给王威念吧 王威念 他岁数大 他那个手四二的 听 你的手才四二呢 除了手套呢 你等一下啊 来一大的 这盒大 这个我跟你说 这是衣服吗 这个非常非常好 这个是属于2016春秋 那个伦敦的南庄周上面的 时尚展示的一款叫 纯男孩系列之一 非常适合 像你这样年轻 也是现在你供货里边需求量 最大的那种 对对对 不压货吧 这个 绝对不压货 非常好 你看咱这诚都传译 看一下 这张时尚 哇 首先这个颜色跟我的手套就挺配 怎么感觉除了颜色上有点 跟猪之文那身衣服有点像呢 当今的时尚潮流 太好了 特别适合杨帆的风格和气质 杨帆你 不是我就这么一穿特别有气质吗 我觉得有必要要杨帆老师走一段秀好不好 别看这个衣服 看似普通一点 但它真的特别保暖 以后媳妇再不让我进家门 我也不冷 但最重要是气质 我穿这个 是不是有点刘德华那个感觉 戴上这个小手套 给我配一个刘德华的音乐 我给你走个刘德华那个范 刘德华的音乐 别放错了 杨帆 不像刘德华 像马德华 但是对不起几位老师 我其实特别想让你们多聊一些 多了解一些选手的个人情况 但我实在热得受不了了 要不然就让他先唱吧 先唱吧 我实在是忍不了 太热了 这保暖效果还真不错 接下来 我把舞台让给你 谢谢 你敬开怀抱 光华了我 你青年之间 你热死了我 你孤独风雨 全死了我 你掀起波澜 抛弃了我 我 我俩 太不公平 爱和风 全有你操作 我 我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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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你 不管你 爱不 我 我俩 太不公平 爱和风 全有你操作 我 我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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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你 不管你 爱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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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 爱不动你 爱和恨 全有你操作天天 我愿意不配你 不配你 爱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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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 可我一直等你 爱 冷静 为了你 我可以放下所有 让人 让人爱着 恨 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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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老天爷 安排的 可能安排的不对 我去过很多的娱乐场所去应聘 你应聘的时候应聘的是歌手 然后他说 然后他说你身材挺绑的 你这样 你先干个保安 然后看一看舞台上的演员 他是怎么演的 然后你要能行我就让你上 完了我看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感觉我行 他说老板说你上吧 我上唱了两天或者三天 几乎都是这样 老板说那算了 你还是做保安的 唱的多好啊 因为是这样 因为他那个场合需要 呃 迎合一些气氛 搞气氛 这个 我 啊 你不会互动 对对对对 互动 要不然我我简单给你讲解一下 这个互动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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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首歌可以吗 对对对 啊 这辈子我连你的手 都没牵过 会不会举起你们的手 可我却对自己说 你是我的老婆 你是 为了你 我可以无所有 只要让我摸摸 在你左右 这辈子我 等一下 这个时候 气氛已经到那个程度了 需要上一个观众卡给你拿花 啊 这你自己舍得花钱 我花了二百 请了一个 继续来 这辈子我连你的手 这辈子我连你的手 都没牵过 可我一直等你 你好帅 宝安 来一下 我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想要互动 想要效果 自己得舍得花钱 想不想 今天在台上有点收获 想 这二百块钱 我替你出了 让你找到那种感觉 这辈子我连你的手 都没牵过 手 手 可我却对自己说 你是我的老婆 挥挥挥手 好稀罕你了 你这还是定制款的花呢 来我送给千千了 千千 来 接下来 让我们请回目前的泪珠 掌声有请 谈鹰 我把淘汰票投给 谈鹰 我觉得可能更加朴实 打动我们的声音 才会是最美的 所以我会 很遗憾 我会留着张撒 谈鹰抱歉 谈鹰我觉得你确实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 同时你也是一个非常成熟 也很有舞台经验的歌者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我希望你能理解 我把这个反对票投给你 也希望我们的保安哥哥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音乐天分的这样一个歌者 一个保安能够再继续走得更远一些 所以我把反对票投给谈鹰 很遗憾 谈鹰的话筒台降到最低 话筒收回 在这里祝贺我们信任的类主 他就是 张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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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今晚最后一个登台挑战的选手 一起来看 大家好 我叫朴春时 今年45岁 来自黑龙江七台河伯丽县 我是一名朝鲜族 从小就在朝鲜族文化的心头下长大 现在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每天都跟一群可爱的孩子们打交道 跟他们在一起 总觉得自己变年轻了 能够登上越战越勇的舞台 我十分开心 孩子们为我加油吧 加油 越战越勇 我加油 在那山岗传来 在那河边飘来 在那河边飘来 那是山水的卷 柔美 那是你我的经过 我爱你 在那山岗传来的手 风虹mies 风尘啊美好美 yak 安岳传来的一样 前山岗传来的一样 便利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朴春时是最后一位登台挑战的选手 他对阵的是我们当前的类主张萨 两个人当中将会产生出今晚的冠军 会是谁呢 请回我们的类主张萨 这一轮的反对票从耿维华老师开始 我把我的反对票投给春时 今天张萨彰显了你的无容置疑的实力 我的反对票投给春时 张萨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啊 我感觉你一直在深呼吸啊 说心里话两位都唱得非常非常的让我感动 而春时呢 我觉得如果从一个专业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春时啊 可能他从技术含量上 从专业上 可能会更强一些 所以我还是把这个反对票投给你 抱歉 张萨是一个拥有自己梦想的一个小伙子 而且我特别喜欢你此时此刻在台上站得这么笔直 由此可见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而且你会很认真的去走好你今后的路 所以我的选择是 对不起了 春时老师对不起 今晚可以成功晋级总决赛的选手是 最会唱歌的保安张萨 就看哪张吧 你是一个好保安 你还得学会做一个好歌手 请到台下 拿走一支专属银画斗 祝你好运张萨 本栏目由节能冰箱领导品牌 荣生冰箱独家获得说的 荣生冰箱时尚派系列 真正适合中国家庭的冰箱 今晚还有其他 同样带给我们感动的选手 他们没有挑战成功 节目的最后 给他们一次机会 掌声把他们请回我们的现场 有请各位 现在场上还有 最后一支专属话筒 不过决定谁可以 拿走我手中专属话筒的 决定权在我们 支持谁 请投票 一号选手孙秀英 二号选手陈晓荣 三号魏昭亮 四号孟美辰 五号谭英 六号朴春时 结果出来了 谁将拿走我手中的 专属话筒 再战复活赛呢 他就是 孟美辰 回头看一下 你好片 祝贺你 加油 当然在这里 我们要感谢我们今晚 所有给我们带来感动 与美妙音乐的各位选手 谢谢大家 当然更要感谢 现场的五位评审 感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有引以为傲的嗓音吗 你有还未实现的梦想吗 下周同一时间 越战越勇 与您不见 不散